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 底下这个我先把它删一下 OK然后我们先到这边 先把那个先把刚刚的那个request 特别重要这个上个礼拜讲过 request是抓网络 等于是把原始码抓下来 然后先丢给BeautifulShip 因为BeautifulShip可以帮我 爬我们要的东西 有点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 把那个你要的东西 把它剥出来就对了 OK那如果你没有BeautifulShip 那很麻烦 真的非常麻烦 以前的话呢 如果用VBA来写 你光要去找到那个特征 或以前用Java来找 那麻烦 有点像你要用那个什么 文字去找到Find那个位置 然后一直Find Find到一个回圈 丢到一个array 你要程式就写一堆 但是BeautifulShip不用的麻烦 你只要知道第一件事情 先把资料先丢给那个 就是BeautifulShip 然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SP的物件 那当然我们这个物件里面 可以把它print出来 实际上这个print出来里面 就是里面的原始码 有没有发现 其实就是这一大堆 也没有 这是东西啦 OK 然后这一大堆东西里面 我要爬 爬什么东西呢 我要爬的东西 你就要告诉它特征 那它特征有哪一些 第一个按右键 检查 那你可以看到它停的位置 关键的地方来了 那我把它先放大好了 OK 这样看比较清楚 第一个的话呢 我直接在那个 我要找的这个标题上面 按右键 它会跳出右边 所以关键的地方 你可能要看懂右边 比你看懂那个 很多什么HTML 我觉得还更重要 虽然也重要啦 不过刚开始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了解的话 你就用这个工具 那你大概至少要知道 超连结 因为像那个01重点 回顾那个 那个其实是一个超连结 那上面显示的 就是一个文字 里面就超连结 所以呢 如果超连结的话呢 它一定是 而且这个是放在一个表格里面 所以你会外面有个TD啦 在TD里面又有一个超连结 那超连结一定是A开头的 OK A 然后结束的话一定是 有没有 一个斜线A嘛 头在这里尾在这里 所以HTML头尾你要注意一下 头跟尾的位置 那里面的话呢 有两个东西是我们要的 第一个就是 我要找的文字在哪里 文字在这里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爬它的话 那第一个 你要跟它讲说 请你帮我把什么 把这里面 A全部帮我爬下来 不过你会发现 在这个网页里面呢 超连结非常多 可能 不止这几个有超连结 还有其他有超连结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class class就是它的特征 它的特征会后面会有一串 那这个一串东西的话 class就是它的class 它的类别名称 那不过有的时候中间会加空白 那空白表示说 它有好几个类别 它可能有第一个类别 有第二个类别 第三个类别 那通常其实只要找第一个就可以了 或者找其中一个类别 因为它就会有好几种类这个样式 然后呢 我们只要抓第一个 所以呢 我如果要抓到这一些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直接点class这边 那你可以复制 不过我习惯是抓第一个就够了 第一个的话就这个 从这边PL一直到什么 到什么title link 把后面有个空白 到这边 这个就是我要抓的 那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OK 复制做什么呢 请那个beautiful ship帮我去查 那查的话 特别注意哦 查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 跟他讲说 你帮我find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sp 里面的什么点呢 它有一个find find底线 有一个findall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 因为我们不止一个嘛 我们有七个 那你跟他讲说 帮我找什么呢 两个条件 第一个 帮我找那个超连结 就是a html的标签名称 逗点第二个 它的class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a有没有 a这个 第二个是它的class名称 所以有点像填空题 你就把刚刚那个贴上就可以了 有没有 把pl 这个它的class名称 第一个名称 带过来 那 记得呢 它帮你找到的话 它会丢给一个list 所以我们前面 用一个list去接它 他就帮我找到了 帮我把 只要是超连结里面 它的class样式是这个的话 帮我把它全部找到 那他就会帮你怎么样 把里面 这个网页里面全部 只要是a 而且是它的样式里面有这个的 全部都帮你找到 里面应该就是有七个 七个啦 所以找到的话 那就会放到list里面 所以list里面应该长度是七 那我们可以把它print出来 一样print什么 把这个list一 帮我print出来 看一下是我要的 OK 那我们把它实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執行结果 有没有发现 它就帮你把它放在一个中瓜糊 就是一个串列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class里面 有没有 因为我找它 然后class这个 它帮我把什么 里面它 这个层 原始码等于是 有点像切开来的 只切那一部分 帮我丢过来 放在一个串列 所以找到一个就放一个 找到一个就放一个 OK 那这样的话呢 有点像缩小范围的 本来那个原始码一堆嘛 那现在的话只有七个了 但问题是我 还要再去什么 把我要的堆留下来 我要什么东西呢 我大概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 我要它里面的文字 这个标题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要什么呢 还有它的超连结 它超连结在哪里 超连结的话 在这一串里面的 应该有一个标签 叫什么呢 在这里 HREF OK 所以我知道呢 这两个东西 那我怎么分别把它抓过来 所以第一个 我已经把它找到了 找到七个 OK 其实以前是怎么做 以前 就是要不就是 Find它 你可以Ctrl F 在原始码里面 你把那个 Find这边贴上 刚刚那个 其实另外跟各位 交过一招 以前写VBA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这个方法 它会跟你讲说 找到几个 七个 目前在第一个 所以你可以什么 按上下键 它也会去这里面跑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验证 就是你这个标签 是不是刚好七个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因为如果你这些都掌握的话 程式写出来 应该就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list分别再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把它用一个for回圈 这个是最基本的 for s 好了 in这个list 1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东西 分别帮我print出来 如果说我要print什么 print里面的标题的话 我把它print OK print s 好了 s里面点tether 它里面的文字就是属性叫tether 帮我把里面的字帮我带出来 我把它执行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的话 1到7 就print了出来 不过呢 这边1到7 print了出来 有几个问题 它这个前后好像有空白 所以空白要把它拿掉 所以我们可以把 dstrip 这个前面讲过 strip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空白 把这个空白拿掉 OK 打错了 strip 这边扫一个i 给strip 然后呢 帮我把那个空白拿掉 OK 空白拿掉 不过好像又多换行 所以strip后面 好像再加一个反形键n吧 OK 帮我把这个拿掉 或者你可能要strip两次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我把它留下标题了 但是 我不只要标题啊 我还要什么呢 我还要它的超连结 那我要怎么把超连结带过来 s 点 如果你要抓里面的标题 是点test 如果你要抓里面的某个标签 用get 那get刮胡之后的话 双引号 里面的话呢 我就找什么 刚刚看到的 就是我要的是 href这个属性 所以这个属性名称呢 你就把它打在这里 href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话呢 把它print出来的话 get它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它有没有把我们的超连结带过来 有没有 带过来了 那不过呢 这个超连结 因为它会直接根据网页上面来的 上面没有那个YouTube的前面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YouTube前面东西的话 你可能自己在 在这个前面呢 自己再串一下也可以 比如说你就在这边 再串一个什么 再串一个 https 然后YouTube 一个斜 斜线不用 把它放在这里 把它print出来 OK 这样就我们要了 那后面的话 如果你要再把它 直接把它存档的话 你有这个 你就再利用一个套件 专门存网路的档案的 把它串流下来 save as一个MP4 那就自己可以写出自己要的一个什么 YouTube的download OK 其实不困难喔 那书里面都有喔 我已经把前面讲完了 后面你们再加一点程式 你就可以写自己的YouTube的download 而且后面你还可以自己把它打包成ESC 还可以给别人用 你打给别人家 你就把那个多一个input 你跟他讲说input的时候呢 就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你要download的一个网址 然后他就自动帮你download OK 就也是一个 应该程式不多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复一下 应该看得懂程式吧 我觉得 Tyson在这一点上面真的是太厉害了 因为其实程式真的非常爽 而且应该都教过啦 只是说你们要熟悉 第一个如何利用那个find这个方法 然后呢告诉他find什么东西呢 关键的地方就是find 按右键这个喔 A 后面class把class的名称贴上 他会帮你找到所有这个A里面的 只要有的帮你放串列里面 我再利用for回圈把里面一个一个抓出来 并且把标题就放在test里面 然后呢把什么呢 用get去抓到他某一个属性里面的东西 这样就可以把结果秀出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大概这样就OK了 所以理论上喔 刚刚其实就第二个阶段喔 其实大概程式只有用四行 四行就可以把网页上面的东西get 而且我是觉得还蛮顺利的 如果你懂得用这个方法的话 真的比其他语言真的强太大强太多了 以前用用过用java写的话 写到真的快吐血了 而且还非常麻烦 而且非常容易错误 那VPA当然有比较简单一点点 可是还是第一个哈 程式还是要学很多 第二个这个效率也是不是很好 尤其你要爬非常多的东西的话 可能就没有像这个beautiful soup 这么容易了 OK 那现在的话呢 那局番喔 网路上有太多的这个service 我发现喔 他们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爬别的东西 然后可以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后可以也变成它一个service 也可以来卖钱 像你看住宿好了 很多agoda啦 有没有 或者是说像agoda衍生出来 还有什么hotel combine 有没有 他实际上也是去爬别的东西 爬过来之后帮你做计算 演算完之后告诉你说 那个饭店的价钱是多少 但是他会在中间帮你抽一个 抽一个费用 另外像订机票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像现在很多那个什么sky scanner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像google有个那个服务叫 skyfly还是什么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帮你去抓各个航空公司的 网页资料 然后呢 告诉你说哪一家的机票的费用 是多少钱 ok 所以更不要说很多啦 你就实际住行太多了 吃喝玩乐 还有像那个什么 防纵网也是啊 很多啊 有没有 或者是说你要找哪一个 电子商务网站最便宜 有没有 也有那种像什么find price 还是什么类似 他就是自动去搜寻 网路上各个网站的价钱 然后告诉你一个哪一个价钱 是最低的价钱 ok 所以这相关的服务 其实不外乎都是从那个 网路爬虫延伸出来的 那这种应用其实太多了 你说股市资料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你把全世界的股市资料 每天都做一个下载 每天做个分析 里面就有太多东西可以玩的 你股市嘛外汇嘛 还有什么期货嘛 黄金嘛对不对 石油太多了 网页上面 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好 你不需要用人工啦 而且你可以把它写一个自动化 时间一到自己执行自己比较自己产生报表 自己没有或者自己传讯息自己赖给你也可以啦 ok那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说你程式写完之后 远远甚至比你请一堆人来的更有效 ok主要重点是说你要把那个规则想出来 好然后把这个规则那个那个那个逻辑啊那种应用 另外的话把它做个更完善 然后呢把那个商业模式啊 因为你要收钱嘛 所以你要把商业模式这个服务费你要怎么算 如果这个合理的话 那未来这些不是不可能的 你看那个每次订房就会觉得说 每次都给人家赚一手了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空的嘛 像你说在Algoda或者在hotel.com上面订房 其实也都是被抽一层的啊 啊等于是有点像 他只是帮你把讯息get到他那边去 你到那边去 然后你利用他的他的service 然后给他一个费用 但其实严格讲起来也是需要的啦 因为我们也用人家的这些服务嘛 对不对 只是说你可以想想看你生活当中 有太多东西实际上是可以帮人家提供一些 呃应该是说别人的不方便 其实就是你的商机啦 OK 因为其实你是帮人家一个方便 然后呢获得一些费用 那基本上大家应该是可以接受啊 所以你会帮便利商店铃利 那你会想说便利商店价格一定比超市来的贵 那但是你还是因为会想要方便 所以你还是会跟他消费 OK 所以呃 别人的不方便就是你的商机嘛 这道理是还蛮容易你可以理解的 所以处处你只要想到现在有什么地方 网路上面有什么使用需求啊 对别人来说是不方便的 其实这背后呢 就存在商机 你给他一个费用啊 我觉得如果合理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都愿意付这个价钱 付这个费用 OK 刚开始觉得说好像不太容易 不过后来发现啊 只要你的东西是大家都有需要的 你订个价钱出来 人家会觉得是合理 愿意付这个费用给你 OK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太多了啦 OK 这里面可以做多少东西啊 太多了 OK 那这一招真的还蛮管用的 你不要看说城市没几行 这里面都是精髓啊 而且这些都是我的使用经验 有些书里面啊 像你们看那本书里面 他也没有跟你讲这么细啊 他只有跟你讲说那个上面啊 你光看到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出来的 中间怎么来的 他其实很多是跳过的 你怎么看得懂 更不要说我去参加其他的演习啊 我发现连上课老师都在还在都不会这个方法耶 还在那边慢慢找原始码 我想说哇你天哪你这样怎么找到那个关键的地方 待会我们还有其他范例哦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可以找更复杂的网页都不会有问题 OK 当然这种方法哦 可能还是有些限制 比如说你可能要login的啊 比如说他登陆帐号密码 那个很抱歉 那个又另外其他的 或者是说你可能要有一些可能再更进阶的 那个就是网路滑通进阶了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没有几行嘛 最好可以自己把它动手写一下 熟练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是熟练那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啊 OK看起来按右键有没有 检查原始码有没有 这个好像没什么哦 不过这里面哦 真的很多东西哦 你会发现哦 会的人跟不会的人就差很多 会的人哦 管什么资料啊 我都可以看得到背后他到底做什么东西 那你不会的人哦 你就只能乖乖的 按照他给你的规则 你就只能follow OK那你就没办法说 跳脱他原来自制化的规则 哦 甚至现在很多像什么自动订票嘛 甚至你可以写个什么网路黄牛嘛 但这当然是不是很OK啦 可不可以 绝对可以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实际上就是模拟网页的存取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呃设定时间 甚至你可以同时 同时去做 哦 甚至你可以虚拟 假如他要抓IP的话 甚至你还可以嘛 虚拟出一些IP嘛 对不对哦 然后 然后再避开他那个他的限制 然后同时一下子就可以订到很多票了 哦 这可不可能呢 当然 不过当然 叫什么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但魔高一尺 道又高一丈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怎么样 他可能会限制 比如说你要有那个 现在都会有输入那个什么 输入那个图形的那个数字跟英文嘛 那Python里面有没有办法做 有啊 你可以用图形辨识嘛 辨识完之后 啊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那个图形越做越 越那个 有没有 让你没办法很简单的辨识 不过当然还是会有人想办法把它破解掉 OK 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有点像 永无止境的互相在斗法 有没有 就是一个是正规的 一个是非正规的骇客 对不对 那骇客不是说都是坏的 有个人只是为了要 证明自己功力是OK的 对不对 所以有蛮多骇客 其实每天都在练 练功只是为了 有一点获得成就感 你看别人都已经想各种方法 都防毒了 但是我还是有办法 用一些方式呢 让你也可以得到我要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那个才是价值吧 我觉得 最缺的应该是 就是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你却把它变成可能的 这就是非常有价值 现在可能业界最缺的这种人 不是缺那个正规的 一般你循规蹈矩的 最缺的是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骇客 非常厉害的骇客 自然而然你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 防堵别人当骇客的那个人 因为我都已经知道你可能会怎么样破解我的系统 所以我就会在那个系统里面加一点东西 让你没有办法找到你要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地方 当然重点 特别注意就是要熟悉E 那个browser里面的按右键检查 尽量去了解一下这上面的功能 然后标签的话呢 如果有些细节不太知道的话 我在上面有放了两个网站 这边有两个网站 一个是可以参考那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网站是HTML基础 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 W3School 中文版的 里面的话就是HTML教程 教学 不过这是简体翻过来的 所以里面有些东西你暂时不知道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自己来看一下 或不然的话就找相关书籍吧 那这些东西是爬虫的基础 因为像刚刚那个A 如果有学过HTML那也没什么 就超连结嘛 HREF就也是超连结嘛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往后面看 我们第二个范例呢 就要更困难一点 抓什么呢 抓Yahoo上面的焦点新闻 跟它的这个里面的连结 比如说这边有很多焦点新闻嘛 那或者你点进去新闻也可以啦 反正呢 这里面非常的复杂 因为这个网页里面呢 有文字有图 然后甚至的话呢 还有一些影片 但是我如果要的资料呢 假设是一进到Yahoo的首页 里面我希望把这些 它显示在这边的 这些超连结里面的东西 帮我怎么样 显示就是把它 读到我的那个Python里面 并且也一样取得里面的超连结好了 把它做个变化 试试看 不好意思 试一下 好看喔 好看喔 谢谢 好的 好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